接下来这个挂是跟身心灵的健康 我们称为养生美学 那为什么养生是一种美学 这个概念是来自于 你看这个大自然 自然就是美 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用大自然来养生 就是包括我们吃的 是大自然直接产生的 不是经过一些生物动物消化之后 然后再去吃它的肉这样子 这样子就不是大自然的 那自然就是美 所以人在这个天地间 养生如果要变成一种美学 就是生命会变得很美好 这样身体会变得很健康 身心灵会变得很舒畅 那这种养生美学 它就必须一定要崇尚大自然 这也就是我们明德缘 明德苏言的重点 我们希望营造一个大自然的美学 再来到这里生命得到最美好的呵护 你的身体身心得到大自然的呵护 那给你最美好的能量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挂 要来跟大家谈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挂的挂像 它基本上呢 只有上下两个羊咬 中间都是阴咬 这个挂很像人的嘴巴 这上下两个羊咬就像两腮 中间这两排就像牙齿 所以它是一个嘴巴的消形挂 那嘴巴的消形挂呢 嘴巴就跟吃东西有关 来我们请丽萍来帮我们读一下 口的消形挂 一挂上为更为山 下为正为雷 山下有雷 便是一挂的挂像 山中之雷指的是山中的巨像 人认为这是山在吃东西 好比人在咬吃东西时 也会发出声像一般 一挂的挂像上下 两个羊咬像嘴唇 中间四个阴咬像牙齿 所以一挂是一个很典型的消形挂 也就是挂的形状 长得和挂名本像 是一种吃东西的形象 好这是一个消形挂 消形挂就是嘴巴的消形 所以它挂像是有嘴巴形状 就讲人的嘴 另外它也是一个声音的形声挂 就是因为山雷仪 山里面有雷的声音 就是声响很大 就好像人在咬东西 发出声音 这是个典型的一个嘴巴的形状 好我们请那个 洗姐来帮我们读一下 谨慎节制 挂像是内震动而外更止 有如闭关苦练修养一样 外表看起来停止不前 但内在其实努力在运作 挂像又有动而知止的意思 也就是说一举一动都要知道 适可而止 特别是在饮食和言语这两项 与嘴巴有关的事情上 具体来说话要少讲 讲话要谨慎 才不会有口舌之灾 吃东西要谨慎而节制 小心不要吃碗生 好嘴巴有关的就是养生 其实讲话如果乱讲 也会来杀生之祸 所以它也是养生 吃东西如果乱吃 吃坏肚子 对身体也不好 所以它也是养生 所以总之呢 这个叫谨言慎行 就是讲话要小心 要有所节制 那我们来看看白羊仪卦的重点 来 那个黄兄来帮我们读一下 白羊仪卦重点 仪卦着重在养生之道 传统易经多是养生为主 白羊易经则着重在养心 现在医学证明 身心灵的健康是同等重要 尤其养生之道 心灵健康身体就健康 白羊卦绪上 将仪卦放在身卦之后 意味着当经过不断的努力修得 开始得到晋生的时候 也要注意身心灵的健康 不要只顾向前冲 也要注意身心的体养健康 而最好的养生之道 是犯爱重而亲人 好 这个白羊义儿的重点 它是摆在养心 就是心灵健康最重要 那传统易经是从吃东西 跟身体之间的养生来讲 所以这个叫做养生 身体的生 那养心是 它的养生就是生命的生 一个身体的生 一个生命的生 养生之道跟养生之道 这两个主重点不一样 白羊义的养生 生命的生 它是种在养心心灵健康 认为心灵健康快乐 就是最好的养生 所以它提倡犯爱重而亲人 犯爱重而亲人 因为助人为快乐之本 多发挥爱心 正能量很强 多亲近仁德之人 不要交到不好的朋友 这些都是养生所重要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传统《易经》的挂词 它是讲 观仪 征集观仪 自求口实 其实它的挂词 在讲一个观念 就是说 养生 它是 不能只看别人吃什么 跟着吃什么 而是要重视自己 实际的情况 来讲究养生 它主要是在谈这样的观念 然后我们白羊义呢 好 白羊义讲的是什么 来我们读一下好了 一起读一下 好我们这个白羊义挂 他第一个开始的挂词的第一个字是人最后的字也是人 可见这个挂特别重视爱心的付出 所以这也是白羊义经一挂的一个很高的智慧 也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养生 不是怕这个怕那个 吃这个吃那个 或者是讲究的要命 什么事情都很干净 生怕吃坏肚子 讲的都 吃的都很有营养 生怕吃的不够营养 其实这些都不是 白羊义告诉我们真正的养生是 你要很有爱心 要多付出爱心 如果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他的正能量很强 其实呢 人的身体就有自己的免疫力 免疫力照顾好 免疫力要来自于爱心的字样 那这个就是人弦无交 那人弦就是 我们呢 要当一个有爱心的人 就是人弦 有爱心的人呢 身心很舒坦 没有任何的交态 就是骄傲跟称恨 因为这两个东西会 伤害我们的心理 所以一个人如果 那个骄傲跟称恨心很重 他就好像毒药一样 我们的心就会被毒害 那是很危险的 心出了问题 身体会跟得出问题 所以养生很重视 那个人贤态和无交 所以讲的这就是一个心的健康 心的健康 然后呢 行出来 以和为贵 因为离以和为贵 所以要重视离 然后呢 意以行之 意就是多做对别人有帮助的事 叫做爱心的付出 以和 以爱心的付出 来实践 来行在生活当中 这样对养生也会有帮助 所以要重视礼貌 重视对别人的付出的爱心 这个对我们养生也会有帮助 另外性以基础 这个性是要相信天地运行的法则 人就在这个法则中 我们的气血循环也是跟着这个天地运行的法则走 像11点到1点 1点到3点 这个是肝跟胆在运行的时候 气血集中在这个时候 时间点 所以要在这个时间点最好多休息 然后一定要好好的深度睡觉 睡眠 这样恢复的会最好 另外行眼至耳登高一杯 意思就是说 养生从生活做起 不要好高物眼 另外 幻爱重以轻人 讲的是最好的养生 的一铁良药 养生最好的一铁良药是什么 多付出爱心 叫做幻爱重 多结交有爱心的人 叫做以轻人 这样子 爱心以爱心 正能量以正能量的激荡 这样子 他可以得到更大的正能量 身体的健康 一定可以 非常的好 就是因为正能量很强 所以这是白羊液告诉我们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六个窑 这六个窑基本上从 第一个窑是基本窑 叫做原则 基本原则 到第二窑是讲孝顺 是养生的一铁良药 第三窑是讲生活正常 甚至健康 第四窑是讲如何 能健康的节制饮食 节制饮食有时候 不当的节制饮食 会损自己的身体 伤自己的身体 厉害 六五呢 发挥仁爱 符合仁者受 孔子讲的仁者受 孔子为什么讲说 有爱心的人就会寿命长 我们学了这个卦 这个窑就会知道 上酒最有智慧的养生方式 就是犯来状怀亲人 为什么这个卦 白羊液是开头于人 结束于人 就是以爱心来贯串 一个人的生活 那就是最好的养生 也就是说凡事以爱为出发点 好 来我们看看第一个窑 来我们请那个 明月来帮我们读一下好了 养生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初九 色而灵鬼 观我耳以凶 白意 人贤态而无疆 自是仁谦卑 而理处行之 无疆态 不教成 舍弃自己的灵鬼 养生之大 不用 却让自己 贪口 负之 大快 养生 口重养心 而非大吃大喝 进步 就能养生 这个窑 是在讲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养生的最基本的概念 那窑词说 舌尔灵龟 关我多疑 灵龟呢 就是很长命的乌龟 代表他很会养生 那因为他长命 他养生做得很好 所以他肚子的那一块盔甲 乌龟的盔甲 用来占卜最连 所以叫做灵龟 所以灵龟呢 就是一只 已经很长寿的乌龟 他的龟甲被拿去占卜 其实也是 很残忍的事 但是这个地方 不是在讲乌龟占卜的问题 他是在讲这个乌龟 为什么能够 长生 就是因为他很会 养自己 养生 他养生看起来就是 静静的在石头上晒太阳 一动也不动 然后也不要 也不会乱叫这样子 有些动物很好动 有些动物很会叫 乌龟是完全不好动 也完全不乱叫 所以他呢 特别长寿 古人在研究乌龟的时候 就觉得 他就静静的 什么都没动 晒太阳 就这样就可以养生了 所以就起乌龟的这种方式 那你这样不动 就是养心 所以这一个舍耳灵规 就是舍弃 舍弃自己的灵规 养生之道不用 这样的意思 观我躲鱼 且让自己贪口腹之意 大快躲 大快躲鱼这一句成语 是我们常常用到 用来形容这个大事大喝 大快躲鱼 凶 凶代表的是 这件事情是很不好的 好 那为什么不好 因为他大吃大喝乱 暴饮暴死 当然会不好 所以 养生 守重养心 不是你 大吃大喝 加大进补 就一定可以养生 不见得 这就是第一个基本瑶 所谈的一个概念 然后再过来我们 请那个 帮我们读一下 树叶 孝顺自两身 一体 养药 六二 颠送 颠移 颠移 佛经 以秋 真凶 白意 以意之闲之 孝其轻责 以守智道 经得行礼 记 颠倒的养生 只求养生 养生 而不重视养心 这是违背常理的事 从佛经 以为吃补 就能达到养生之道 反胃一步一步 走向心 凶险 好的养生事 在日常生活当中 流淡 好 我们看到这里面 讲到颠移 颠移就是颠倒 颠倒的养生 颠倒养生就是 只重视养这个身体 不重视养这个心 那这种叫做颠移 佛经 佛经就是 佛也是 违背的意思 违背常理的意思 违背常理的 一种养生 就是乱吃补药 乱吃补品 买了一大堆补药 或是 越补越大洞 这个或者是 进补 东令进补 吃了很多补品 这些都 未必是最好的养生 所以 颠秋 秋代表 大的这样子 就很多了 吃了很多 违背常理的 吃了很多补品 真凶 这样反而会一步一步的走向凶险 也就是说第二窑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人很有钱 他就乱花 在吃的方面 大吃大喝三辰海味 以为吃这样子就可以达到养生 其实刚好相反 那应该怎么做呢 白羊医告诉我们 孝齐亲 所以孝顺是养生的一铁良药 仔细想一想 如果家里有一个孝子 家庭一定很和乐 父母一定得到 很大的安慰跟快乐 那 父母亲身心很快乐 他一定可以长寿 所以孝顺是养生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他不只是养个人的身心 他还前家人 还父母亲 所以进这个孝道之后 整个家都非常养生 然后礼益行之 就是说我们在行这个孝道也好 或是做这个生活上德行的养生 可以以礼游益 这样来做 让生活当中有道 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养生 这边谈到的 然后再过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谣 来 慧玲 生活正常身体就健康 六三 福怡 真凶 十年勿用 勿有力 无忧力 白义信与居处 值得以行道弊扬 博学约理 耕冷而终 违背天理运行之道的养生 就算坚持君子的正道也会有凶险 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十年内都不得好转 而且无法有长远的利益好处 生活的作息要配合春夏秋冬运行的道理来养生 好 这个谣在讲一个配合天地这个运行法则来养生 而且你要相信这个天地运行的法则就是最好的养生 这样 比如说以前的人都日出而坐日落而洗 太阳下山就要休息 现在人都挑真夜战 有时候熬夜 所以身体就很不好 所以这里的福怡真凶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常常熬夜 常常生活不正常 常常起机作息都跟天地的运行相违背 那十年勿用 就是说健康是一点一点流失的 不会说你熬夜一次就生一场大病 不会 但是慢慢慢慢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差 所以十年勿用 无忧力 所以不符合天地运行道理的养生是很危险的 没有什么好处的 天地运行的法则是这样 人气血转一圈就等于 地球自转一圈一样 早上的太阳起来到傍晚下去 然后到隔天一早又升起来 这样转一圈 它有一个运行的法则 我们人的气血是根据这样 所以为什么讲说 十一点到一点 一点到三点是肝跟胆 这时候气血来到这里 肝会充血 变成白天是一个前头大 充血就变成三个前头大 因为它开始硬做 帮你解毒 帮你调理 帮你恢复 疲劳 帮你做很多的事情 那个肝脏 重要 你没有在时间休息 那它就很难运行 好好的运行 那人就会累积累积累积 身体就会不好 所以这边讲的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性以基础 根据十二时程养病 养生法来讲 这个养生 所以这边的二十三点到一点 一点到三点是肝 刚讲的 那像这个三点到五点是膀胱 膀胱经 膀胱然后五点又肾 伯人身体肾不好的很多 甚至到达洗肾的都有 所以通常这个时候 气血在三点到五点的时候 来到这里 大概四点半的时候 喝一大杯的水 这要五百cc 然后到了一半个钟头后 来到这个肾这个位置 五点到七点的时候 刚好可以冲洗一下 这一个膀胱跟肾 借着喝进去的水 它会有好处 因为气血来到这里 这个是一种养生的方式 用大自然的方式 比如说你喝白开水 不要吃药 那就喝白开水 净的水 好 我们再来请 利品 这个六四 如何能健康的节制饮食 六四 滇一级 普世丹丹 其欲足足 无救 白意行愿自耳 尊到众 尊到众 养者为胜 见得私益和太盈 专注自己的亲近养心 有如老虎之专注于猎物 亦有追逐食欲满足的欲望产生 立即观照出去 所以显得节制而亲近 其不会有罪咎 管好自己的起心动念 不要有贪图口腹之欲 好 这里的滇一级 虎视丹丹是 跟前面那个滇 滇一级 刚好相反 就把他滇回来 那原本是不好的 滇到的一种 只重视养生 不重视养心 现在滇回来 改回来 重视养心 重视养心怎么养 他说要虎视丹丹 其异足足 这八个字是用一个形容 好像老虎看着猎物 慢慢靠近 虎视丹丹这样 然后突然冲出来 抓住猎物 那我们人的心 一旦起了一个 贪欲 贪吃的念头 那个欲望 立刻像老虎 在抓猎物一样 我们自己的心 就要把这个欲望给抓下来 不要让它产生影响 不要让它贪图口腹之欲 放纵它 这样的意思 所以其异足足 无救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来养生 所以它这个养生的方式 就是告诉你说 每一个起心动念中 你要能够很清楚的知道 我有一个贪图口腹之欲的念头 跑出来了 就要像老虎抓猎物 就把它抓起来 不要让它产生作用 这样就可以得到节制跟清静 但是我们的白羊义 它是告诉你说 不要这么辛苦了 应该是行眼智耳 尊到重养者为圣 而且其圣能的养生 那他们并没有这么辛苦 就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就可以了 见得思义和太义 就是生活有道 其实就是最好的养生 不需要这么辛苦 还要起心动念 要像老虎在抓猎物这样 太辛苦了 生活当中的落实 起心动念的关照 这都可以了 好的 我们来看看第五摇 然后来我们请一歌 发挥人爱 符合人者受的养生 六五 佛经居真吉 不可设大川 白意 灯高而于悲 亲人爱重 高瞻远行 以正义 圣贤成 养生若违背天地运行之道 就要从居家生活上的首到 居进来改变 折起 不可以行行 学习圣贤的养生之法 亲人爱重 好 这里的符经 就是把 我们前面讲的符经 违背天地运行道理的 那样的生活 不能够养生的生活 把它改回来 然后变成在生活当中来养生 所以叫做积生集 这里这个积就是日常 家积 起积 那个生活 但是呢 这个不可设大川 就是养生其实在生活当中 那切记不要冒险 什么就是冒险呢 就是说 比如人家跟你讲说 这条溪 有一些暗流 你夏天跳下去游泳危险 这边有个告示牌危险 偏偏不信息 又跑下去又玩水 然后就出了危险 这个不可设 大川就是说 生活当中来养生 然后呢 要不可以行险 然后就是要守好 有一些危险地方 不要去 然后我们的白羊义说 登高一杯 亲人爱重 这个登高一杯是讲 从进处 从生活当中来改 另外从自己身上的爱心的发挥 来做 还有高瞻眼形 也要合于正义 就是说对 对大家有帮助的事 不要你好高悟眼 讲一些 打高空的事 对现实 对众人都没有帮助 那不行 要以正义 作为我们行 行事的作风 这样子 就会结交很多 有爱心的人 这样对我们的养生 会有帮助 好 最后一个谣 对这个表示 大卫霍金斯 他的心灵量表 人的起心动念 爱呢 人值呢 是500 正常是200 低于50 是cancer的危险区 所以这里有一个 心灵量表 这是大卫霍金斯 他们撤出来的 好 最后一个谣 来我们 那个 好 立平再来 帮我们读一下 最有智慧的养生方式 上酒 游宜 立即 立设大川 白意 犯爱众 以亲人 博爱犯众 登义行 智信 义礼 和人同 养生健康的 根本原由 除了养心 养生之外 还要配合 禁骨的锻炼 这些锻炼 虽会觉得 艰难而辛苦 但最终危急 且有能力 接受重任 可面对危险 以最大的正能量 来行得 是最佳的 养生方法 这里的游移 游移就是 根据我们 自己本身的情况 那我们适合做什么 就像那个挂词讲的 自求多福 自求口食 口食就是 我该适合 要吃什么 另外这个立即 就是代表 一种辛苦的锻炼 当然这个锻炼 是身体的锻炼 筋骨的锻炼 多运动的锻炼 这个对养生也有帮助 所以叫做立即 而且 当我们身体好 体力好 也有助于通过 各种危险的考验 所以这个就是 最大的正能量来行得 那从自己本身 调整开始 那我们白羊医讲的 会更清楚一点 最好的养生 第六摇 讲最好的养生 除了运动 锻炼 养心 最重要是要发挥爱心 犯来众而亲人 还有亲近仁德之人 博爱泛众 真意行 就是培养一个慈悲的大爱 自信 义礼 人和人同 其实就是 仁义礼自信 合起来 用武藏德 用武藏德来养生 也可以 也很好 翻来众而亲人 这个是第四摇位里面讲的 也是非常好的一句养生 的智慧 那是最有智慧的养生 也这么讲 好 我们这个挂 基本上就是一个养生的挂 那养生要 从养心 的着重开始 不要只重视吃 吃呢 有时候 吃太多了会有文明病 吃的不够 那会营养不够 但现代人很少会营养不足 就是我们反而是 营养过剩的很多 就要多重视饮食 那养生 就从养心开始 这整个挂 其实到最后 是拉到养心 拉到生活当中 拉到孝道的实践 拉到爱心的付出 来养生 我觉得这个一挂 是很棒的一挂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子 那个叫做养生魅信 也就是用大自然的方式 用孝道 用自然的那一种 对人的态度 等等 心动念 都合一理 合一道 这样来养生 好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交给超词了